嗨,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力险记第二集 哎,想要负还是得先撸树做一套工具 走吧,说干就干 我做好一套简单的工具 便开始往四周探索 边走边沿路砍小羊,再砍树 脑袋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 发现有时候接受了这样意外的设定 似乎逐渐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毕竟最后是福是货,谁也说不准 哎呀,好累啊 这边好像是一片开阔的海岸了 哼,那只小猪看上去挺肥的 为了吃肉我也只能砍了你了,不好意思啊 处理完小猪,我发现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远处的天空也被夕阳染得通红 哎呀,想什么呢 赶紧在天黑之前再找点吃的吧 小飞羊,我也只能对不起了 哦 嘿 哈哈,又是一块羊肉 哎,这只鸡怎么钻到树底下去了 难道是天黑了,想躲起来吗 看你求生欲如此的强烈,那我就暂时放过你吧 我继续向周围观察 此时一只无辜的苦力怕路过 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没想到一路上到处都是怪物 没办法了,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嘿 普利帕,你还和我玩 你倒是炸呀 炸呀 炸 呃,不慌 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 顺便把炸出来的泥土都拿走备用 这猪,你也别想跑 啊,你这骷髅还敢把劲射我 吃我一件 嘿 再吃一件 嘿 再吃一件 果然 就和那个男人说的一样 一到晚上 就有各种各样的怪物出现 精疲力气的我 意识到我急缺一个羊帽 走床睡觉 刚好 这只羊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哎 我要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睡觉 呃 哎,这里不错 我把虫靠边放好 在周围用一圈画木板围着起来 这样看上去就安全多了 此时 又一只无辜的苦力怕路过 并掏出了 收莱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